好 謝謝真榮 我們來看到現在疫情持續的升溫 台北市本土在昨天已經破萬例了 台北市長柯文哲預估說 北市紅風下週將至 不過來看到今天早上 主責北市防疫第一線的副市長 黃珊珊今傳快篩陽信了 來看到黃珊珊在領書上寫說 我也快篩陽 別慌 她說她快篩陽 應該是這兩天被傳染的 她希望母親姐去看媽媽的時候 沒有傳染給媽媽 還好當時她是不敢拿下了口罩 以免影響到媽媽的健康 她現在目前是快篩陽性 但是還要等PCR的結果 目前是居家辦公 因為柯文哲昨天也跟黃珊珊 同場開了防疫記者會 根據了解 柯文哲在今天早上 快篩是陰性的 不過我們看到在疫情的部分 下個禮拜台北市的疫情 也會達到洪峰 雙北市長因為快篩劑的不足 好幾次槓上了中央 被綠營圍剿的柯文哲 他氣得大罵說 民進黨是靠網軍跟民嘴治國 早晚會遭到報應 北市單日確診首次破萬例 台北市長柯文哲更警告 下週疫情將會有海嘯洪峰 那洪峰你知道 估計還是在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好像打橄欖球你知道 最後那個要準備撞擊 就下個禮拜 撐得過去 洪峰過了 慢慢就壓力就會下去了 全台快篩劑大缺貨 雙北首長和中央多次隔空互嗆 綠網軍和民嘴瘋狂圍剿柯文哲 讓他氣瘋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嗆中央 他早就料到快篩劑不夠 但沒人理他 說什麼 疫情猛暴時擴散 中央防疫政策和百姓脫節 侯友宜直接點名中央高層 別躲在背後 全國疫情海嘯兇猛來襲 當百姓深陷在水火中 817萬人投票選出來的領導人 總見不到人影不知道在做什麼 記者楊超時光好 SNG小組臺北報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昨天公布了新增 五萬零七百八十例的本土個案口服 但是截到五月九號口服的抗病毒藥卻只開出了多少份 三千兩百一十九份 不管是莫沙東或者是輝瑞看到這個時間點的都往上飆了 不過一屆人士擔心說如果採檢爆量的話可能會錯過黃金投藥期 我們就來看到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榮 他就呼籲說應該保留部分採檢的量能 高風險的族群一旦是確診要立即的給藥 加速採檢跟確診的流程才可以保住救命藥用到正確人的身上 好看到現在全台的清官一號是大缺貨了 甚至在黑市的價格是已經飆到了五千塊錢 還有居家照護者自費購買類清官一號 這個價格大約是三千塊起跳 而中醫師工會全聯會主委也說了 民眾自費向診所所購買到的水煎藥類清官一號 跟中藥粉劑的清官一號的藥效濃度都是一樣的 目前還在準備這個研印 將類清官一號納入是公費的給付當中 我們看到蔡政府快篩採購 這個採購廠商被藍軍爆出來 資本額多少只有330萬元的紅朗生技公司 竟然可以承攬到3.8億元的快篩季的標案 甚至公司登記的地址只是一個民宅而已 在過去這個民宅 也就是說這家公司所登記的這個地方 他所賣的是鴿子 鸚鵡鳥類的快篩季 藍軍就指一說 這中間肯定是有問題的 一起來了解 衛福部緊急進口快篩試劑 但快篩季承包商中卻被踢爆 轟浪生物科技330萬資本額 竟能承攬3.8億400萬劑快篩試劑標案 藉著直擊這間高階生技公司 地址竟然就在屏東這間民宅透天措 連鄰居都很難想像這地方城堡的採購 動輒就3.8億 藍軍說不查沒事一查出大事 紅朗先前是賣動物用藥的公司 疫情期間變身生技公司 網購平台甚至還能找到公司 主打賣鴿子鸚鵡等鳥類的快篩季 賣動物快篩的 現在賣快篩給人用 藍軍炮轟超詭異 但紅朗生技喊冤 說自己早就代理韓國快篩季 而且之前已經賣出300萬劑 台灣大缺快篩試劑 如今得標廠商們被質疑暗藏貓膩 只能說蔡政府獨特的眼光 一時讓人民很難肯定 記者張春華 陳正茂李一璇 台北屏東報導 好 來看到為了緩解醫院的壓力 機場的車來速篩檢站 是正式來啟用 可以看到現場車輛是大排長龍 很多民眾是有疑慮或是快篩陽性 一早就來排隊 是直接排到這個機場外面 那現在呢 這個這裡是每週一到每週日都有營運 分上下五個四百個名額 總共一整天大概可以篩檢 約八百人服務對象是三歲以上 而且分成兩個車道 那也呼籲民眾預約後再來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降低整個醫院的壓力 因為在醫院裡面 外面的地方也太多的 是民眾在等待 而且潛在性 這些人應該都是所謂的快篩陽性者 所以說你就會知道說 在整個病毒群聚的一個情況之下 讓他擴散會更快 所以我們是強烈的要求 或是建議民眾們 應該都要改變他們的這個排隊的方式 應該要到這個快篩站 要來減少醫院的量 木架機場篩檢站 民眾依照指示依序進入先到四樓排隊 再到三樓掛後裁檢拿藥 當作是戶外門診部 處理輕症患者 重症患者則不合適 萬方醫院的副院長李明哲也表示 將民眾漸漸適應來這裡篩檢拿藥 不要再往醫院跑 好好把醫療量能留給需要的 中重症患者 以上現場最新把時間先還給 宏內主播 好 剛剛我們在聯繫 聯繫國會大現場的時候 嘉瑜就有一點點出包 不過看大家都還蠻可以接受他的 因為可能覺得嘉瑜真的是累了 還有人覺得是蠻可愛的 還有人說的確是Live 沒錯 因為剛剛真的是出包了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 還會跟嘉瑜來做連線 請大家稍後一下 我們看到現在高雄的疫情也是升溫 但是這個時候卻出現了烏龍確診嗎 因為有一對夫妻 在9號收到了簡訊的通知 說9個月大的兒子確診了 夫妻倆急忙的請假 把男嬰跟2歲的女兒一起接回家 為了求謹慎 還幫男嬰快篩 結果是陰性的 上了衛福部查一查 結果PCR也是陰性 但是在10號又收到了1922確診的簡訊 質疑說根本是烏龍確診 害得他們不斷的跟其他的家長道歉 如同是被獵物一樣 但是高雄市府說PCR陰性也不代表沒有確診 需要綜合的研判 目前還在查證中 打開冰箱 水餃 魚餃 豬肉 牛肉 還有水果塞得滿滿滿 因為家裡才年僅9個月大 小男嬰被通知確診 家長好擔心 小男嬰曾經發燒就醫 9號收到確診通知 一家4口緊急回家隔離 家長當天還幫男嬰 快篩是陰性 調查衛福部官網PCR也是陰性 這樣真的確診嗎 還要隔離嗎 多次打給衛生局 說要查證 卻沒有後續回應 沒想到10號一早 再收到1922確診通知 家長質疑是烏龍簡訊 還要一個個打電話 他跟其他家長盜竊覺得被獵污 小男嬰快篩PCR都陰性 卻收到確診通知 家長上班請假 到底能不能出門 無奈又不知所措 衛生局還在查證中 已經引發民怨 記得紅夫人 王書宏 高雄報導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川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 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